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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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好悶啊 天天都是這樣打遊戲 不是辦法 唉 我找一下有什麼要做 咦 為什麼會有三個球仔 咦 我記得了 是我之前買下的 五日學會拋球 每日只用15分鐘 真的嗎 讓我看看 這樣看起來好像真的蠻簡單 等我又去試一下 那他就說 第一日呢 就是左手拋一下右手拋一下 接個球 好像都蠻簡單 等我練一練 哇 好暗分啊 嘩 嘩 睡完眼覺又是時候去拋球 那讓我看看第二天的訓練是什麼 好 又是時候出發去拋球 他就說第二天跟第一天差不多 不過呢就是 右拋去左 左拋去右 那又是15分鐘 那我就去練習一下 好 嘩 又輸了我不玩了 看來真的要戒手機這個習慣 讓我去看一下第三天拋球 究竟是什麼的訓練 先 他就說呢 第三天呢 就是三個球開始拋了 那就是 左 右 左 拋 接回 好 等我練習15分鐘先 重點 那就是 等你 那就是 多久 快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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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終於都戒了玩手機了 看下樹都看到有點悶 等我現在去看一下第四天的訓練是什麼 怎麼搞笑呢 第四天就是用兩個球去做訓練 影片裡面就說到單手拋兩個球 第一個球拋到最高點的時候就拋第二個球 然後接第一個球繼續長橫地扔 左手好像有點難度 先練一下 去到第五天我就發覺 我已經那個球已經人球合一了 相信我今天應該是可以拋到三個球的了 讓我們看看第五天的訓練是什麼 他就說三個球這樣扔 就好像第三天一樣持續做下去 等我再試試一下 他就說左右左 繼續 不過很慣性地摺著那個球 左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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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等我練久一點看看會不會可以拋得久一點 我們今天就算是要多久 我們會在那邊看 我們會不會再想問 我們會讓你拍攝 今天就要拍攝 我們就可以看 remove攝影 我們可以拍攝 透明 我就是這樣用了五天的時間 由完全不會拋球去到都幾熟練的程度 原來要成功達到一個目標 循序漸進的步驟是很重要的 我們可以將一個大目標分成幾個小目標 逐步逐步去完成 那就可以試半功倍的了 大家都可以試下跟著這五個步驟 挑戰一下自己 用五天的時間去學 我相信五天之後大家都學會拋球的了